提到关于特种兵的电影 大家一定能想到 第一滴血 美国狙击手 还有国内的《红海行动》 以及《战狼》 早在1986年 朝鲜也拍摄了一部关于特种兵的影视作品 而且这部电影在波兰 苏联都上映过 中国更是直接引进 重新进行配音 在上世纪80年代 正是香港动作片的黄金年代 而朝鲜拍摄的这部电影 让那些曾经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观众 来看这部电影的话 他们一定会热泪盈眶 朝鲜电影现在属于冷门 已经不多了 尤其是有配音的 适合大家收藏这部骨贴 60年代 朝鲜和韩国展开了军事行动 韩国方面组织大量特工队 派遣到朝鲜来 进行大量的破坏 朝鲜情报部门很是头疼 于是上级下达命令 将派遣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 渗透到敌人的这支特种部队中 并实施有效的打击他们 彻底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由组长田羽训练的一支特种小分队正在训练 队员一直没有接到任务 而天天苦恼 不料侦察部长 却向他们下达了一个代号为命令027的任务 主要任务就是打进敌人特种部队的总部 然后袭击敌人参谋部 调查清楚空降到朝鲜的敌人的具体方位 他们只有三天时间必须完成任务 首先特种小队乘坐火车到达泳川车站 与一名叫十六花的谍报人员接头 他们假扮成韩国商兵前往泳川车站 恰巧这列火车上到处都是敌方的特工人员 一个小姑娘不小心搅乱了他们的赌局 于是小姑娘被一个精装男人一把抓起 极难看不惯这种作威作福的韩国特工 于是上前与他们打了起来 你这个无赖说话别这么不客气 说什么 连拳头队都不认识 他以一敌三 最终被组长铁鱼组拦住 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会暴露他们的身份 此事被平息后 特务头子张龙打来到车厢 铁鱼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组长知道敌人已经怀疑上了他们 于是命令队友在中途跳下火车 而在泳川车站 过来街头的十六花却也错过了与他们的联系 如果第一次街头失败 就在第二天同一时刻来车站茶馆里街头 特中小队需要急行军30公里翻山越岭 去第二个街头地点 美军特务队长同时收到情报 一支朝鲜特中小队已经渗透进来 他向张龙达下达命令 必须在和尚庙拦截他们 他一再强调必须抓活的 审问出他们此行来的目的 铁鱼带领队员翻山越岭 攀爬悬崖峭壁 也终于来到了和尚庙 一个敌人正在书上砍柴 不料发现了他们 本要悄悄去报信的他却被凤南一斧子干掉 随后将敌人的枪扔进了水井中 铁鱼看凤南迟迟没有回来 于是命令两名手下前去接应他 当他们赶到时 凤南正被敌人围攻 两人迂回到侧面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和尚庙的全部敌人被他们三人全部干掉 气急败坏的美军特务队长查看了地图之后 他分析这支北方特种小队就是朝他们而来 于是命令全部人员出动 前往黑打岭抓捕他们 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踪影 宇在为了引开敌人 他独自一人一边开枪 一边与他们周旋 宇在被击中小腿 他忍痛与三名韩国士兵搏斗 最终宇在消灭了他们 前往愈好的地点 战士们休息的时候 铁宇向总部发电 准备前往第二个街头地点 吉南为自己在火车上的鲁莽惊悲感到十分后悔 组长铁宇并没有责骂他 此时在和尚庙的三名队员及时赶到会合点 小队休息过后 继续向第二街头点出发 雨过天晴 几人穿着便衣走进了车站酒馆 而当他们坐下不久 敌人特工队长张龙达也同样来到酒馆 下午五点钟街头人石榴花如约来到 当他刚拿出听诊器准备接头的时候 却看到了特工队长张龙达 石榴花立即做出反应停止接头 组长铁宇命令手下护送石榴花 当石榴花安全离开后 铁宇神情自若地和张龙达坐到一起 双方表明身份后 又一次展开了殊死活动 他们想到敌人一辆吉普车 当援兵到达后 再用吉普车制造了混乱 这时火车从此经过 众人纷纷跳上火车并劫持 张龙达的特工人员在火车经过一处消失 他们趁机跳上火车顶部 吉南拿起枪与敌人展开激烈对战 但越来越多的敌人爬上火车 在租账铁宇和队友的帮助下 部分敌人被消灭 吉南也趁机拔掉了连接车厢的挂钩 正当他爬上车顶时 却被敌人扫射了而死 队友看到他重重地摔下火车 纷纷痛哭起来 夜晚雨再终于找到了他们 但可惜的是他已经失去了一名队友 石榴花与特种小队接上了头 并将所有情报详细地告诉了铁宇 这里从前是一所医院 四周围布满了铁丝网 有新式的报警器 戒备森严 还有重武器掩护 特工队长住哪 在二楼的北边 上级命令石榴花返回北方总部 但这时他们收到情报 敌人的总部有可能再转移 于是他选择留下继续收集情报 此时的他刚回到医护室 就被张龙达审问 石榴花被怀疑是打到内部的间谍 肯定不会再得到有用的情报 但张龙达却很自信地说出了 总部要往哪个地方转移 不料石榴花也是一个经过训练的超级特工 最终他被张龙达击伤被捕 石榴花忍痛找到了组长铁与 把这一情报告诉了他 时间紧迫 铁鱼立即布置了下一步的行动 第一袭击组 袭击参谋部 破坏敌人的指挥系统 夺取作战文件 第二袭击组 袭击机场 炸毁机场的设施 使他丧失战斗力 第三袭击组 掩护第一小组行动 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夺取船只 保证全体撤离 三个地方同时遭到特中小队的袭击 美军特务队长被铁鱼干掉 昌显在夺取舰艇的时候牺牲 就在他们所有人要撤离的时候 组长铁鱼被击中受伤 当他看到敌人驾驶直升机 要袭击他们的时候 他选择留下掩护部下撤离 铁鱼爬上直升机轮子 在最后关头与敌人同归一尽 这次特中小队 在牺牲了几名队员之后 终于完成任务 开着舰艇回到了北朝鲜 这是一部朝鲜早期的军事动作片 当年拍摄这部电影时 演员全是真实的特种兵 各种高难度武打动作信手拥来 好了 本期视频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